我们知道除了新加坡以外 美国 香港和马来西亚都是有回调的 那么这个回调之后 它是不是能够在未来产生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机会 或者说有一个相对的机会 那么怎么去布局三部曲 那我们在今天的课上有一些案例 主要是以分享为目的 今天的内容一共有五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近期的走势点评 那么刚刚的周末 其实我已经对美国的走势讲了很多了 然后新加坡 马来西亚 香港今天有交易 我们简单的去点评一下 然后反转的确认三部曲 我们可以简单复习一下 近期的强势股判定标准 其实大家应该很清楚 我们的常见标准都是很简单的 那么行情上升三部曲的理解 这个呢 我个人的第一次形成这个思路 实战的思路 是2009年 年尾到2010年的年终这一段 因为那一段的当时我在做新加坡股市的一个实战的操作的时候呢 发现了这个上升三部曲 所以呢 我会呢 结合最近的市场和当时的情况跟大家分享 最后一个环节呢 就是八点半之后 我们的Q&A环节 就要提醒大家注意 那么好 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课程 在开始课程之前呢 简单的再次提醒大家 不要忘了我们的 课程 在下一个周一 以及这个周日 首先呢 这个周日也就是3月28号的下午 两点到四点 这是一个投资大师的公开课 大家如果有朋友的话可以介绍 这个是强势拉伸模型 那么是由王上荣老师主讲 然后呢 就是下个礼拜一 3月29号 那么这节课呢 是弘历的金卡会员专享 我们仅限了金卡会员参加 题目是三香定乾坤 那么也是由王老师主讲的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这个时间安排 好 接下来我们来开始讲今天的内容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美股的简单回顾 而且今天晚上呢 美股就开始这一周的交易了 而且我们知道呢 3月22号呢 是变盘点 所以很多人呢 都比较去关注 但市场呢震荡的很厉害 大家始终看不清方向 有一些人很担心呢 这是头尖顶 甚至有可能继续跌很多 但是呢 又怕呢 市场能够涨起来 那么但是呢 拜四拜五这两天 我们也知道呢 市场有很多消息 一个是美联储会议 另外一个是我们说的 私务日 那基本上呢 私务日之前呢 市场是回调的 然后呢 在靠近私务日呢 市场也下跌了 所以我觉得正常来说的话呢 市场是有继续向上的概率 比较高 个人的观点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贝离的情况 那么目前的道指回调很少 而呢 纳指 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就是既不上也不下 所以我经常 最近跟很多股民的分享就是 行情永远在 绝望中产生 犹豫中上涨 疯狂中灭亡 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呢 我们也能够看到 目前这一次的时间 是三到四周 那么这一次的回调 只不过呢 在行进的过程中 大家要去受到考验 比如说什么叫考验 我们来打开 纳斯达克指数 打开这一次的一个走势 我们就以红白圈为例 那么现在确实是红圈 下面呢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 很简单的指标 比如说 KPJ 白等类指标 那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指标在之前的低位 红白圈变红 以及 低位的金差 两个配合 就是一个超低点 那么我也之前跟你们分享过 像这个位置 以及这个位置 这两次的一个成功效果 那么现在呢 就是之前的两次呢 并没有说出现 红圈之后回调这么多 而我们现在呢 是回调 恰巧呢 受到了红圈附近的支撑 包括这两天 也许可能还会再次考验 所以呢 现在呢 就是股民最犹豫不决的时候 但是市场的分化很严重 不仅仅是只有经济复苏 以及价值低估的股票在涨 哪怕是纳斯达克市场里面 也出现了分化 所以我觉得目前的市场呢 绝对不是熊市 因为资金并没有跑 只不过大家开始 逃窜到不同的一个板块和股票 一会儿呢 我们会有一些案例 给大家分享一下 变盘日历呢 这一次大家也看到了 不管是2月18号 还是3月5号 既然大家经历了 就不要呢 白白经历 一定要变成自己的阅历 成为未来 大家的人生经验 和一些知识体系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验证 这个3月22号的变盘点 那么由于呢 我之前很多人都问我 说变盘点 为什么有的时候感觉很准 有的时候感觉很一般的 其实很简单 变盘点本身并不是有多么的神奇 关键还在于 你靠近变盘点的时候 你本身的状态 很多人不理解 给大家今天举一个案例 我讲完之后啊 所有的会员都能够彻底理解 什么时候变盘日历会特别准 因为都是咱们自己的会员 所以我跟你讲出来 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第一个是这样的 首先呢 大家都知道 当市场涨得很高的时候 那么遇到了这个变盘点 自然容易向下转 成功率也高 而市场连续下跌 跌到很长时间 很低很低 遇到了一个变盘点 自然容易怎么样向上转 这就像什么呢 就像我们去看过一些人算命一样 算命的人到底会不会算 当然会算 怎么算呢 比如说当你一个人 急急忙忙 很担心的去问一个算命的 你的年龄可能大概在 30岁到40岁 那基本上你这么担心 这么忧虑 基本要么是老人有生病了 要么是小孩生病 对吧 对 就这个道理 同样道理啊 我们在看股市的时候也是 如果它明显很高 明显很低的时候 自然容易转上转下 这个时候就成功率比较高 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的位置很尴尬 既不高又不低 它自然就不会有很疯狂的 明确的效果 我当然举了一个案例 只是给大家一个分享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新加坡市场的上涨概率 那么三月份和四月份 成功率会比较高 而且呢 我昨天也讲过了 基本上的话呢 在五月份之前 在四月的第三周 一般来说 股市做出一个阶段性高点的 概率特别高的 所以呢 我们其实也是做了一个预测 不管是根据大三浪去预测 还是筹码去预测 都能看到 161.8的位置 也就是3220点 大家要注意 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的情况 打开 最新的情况 打开新加坡海峡指数 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 我们的指数看上去偏高 但是今天的市场量明显很少 虽然是一个冲高的十字星 甚至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 类似于射击之星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缺口 3月18号 然后呢 这个缺口之后的 到目前为止 缺口还没有被回补 向上的跳空缺口 短期之内不被回补 好还是不好 当然是说明买方力量较强 并不是假的向上 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呢 量能并不是很大 说明呢 冲高向上 连续三天都没过去 3150点附近 但是呢 也说明卖方的力量不是很强 因为我们讲过了 3200爱 才是一个关键的阻力位 而且呢 今天我们也知道 像今天的地产股 Capital Land 对吧 它就已经今天没有交易 这也是有一点点的影响 那我整体觉得海峡指数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看上去非常强势 有多强势呢 以太极为例 一般的情况下 以我对海峡指数 这么多年的了解 一般情况下 它出现黄太极 都不会再坚持多久 或者说也不会涨很久 例如像上一次这个位置 黄太极 黄太极 基本上后面不再上涨 产生白圈 先出来 回避这一轮将近一个月的下跌 那你说我们现在高不高呢 肯定高 但是掉不掉呢 股市掉不掉 那是他说的算 不是你预测 就一定会跌的 所以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新加坡市场在目前的情况 我觉得很难跌 估计还是要拖到四月份 不管是之前我讲到的 第一个像四月七号 DBS的股权登记日 还是我讲的四月第三周 以及五月份的 常规的新加坡 容易回调的位置 而且大家再想一件事情 就是从去年的三月尾 如果涨到现在 到四月份 正好是一个经典数字 什么数字呢 对了 月线上的13 比如说这个是最低 那么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为什么呀 因为正好一年多嘛 一年十二个月嘛 而我们知道月线上在十三和二十一翻盘的概率特别高 这个是以前我在新加坡讲课特别喜欢讲的 比如说十三和二十一附近 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应该还记得 所以正好在下个月就应该是第十三 大家也要注意 这是关于新加坡海峡指数 而且呢我们也在之前讲到过 不管是从彩虹线呢 还是从各种方向 大家想回避短期风险 根本不用管 在这么强的股市 大家这回应该对新加坡充满信心了嘛 以前都是 李老师这美国跌我们也跌 美国仗我们还跌 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美国跌我们还仗 对不对 所以说 简单一点说 这样的股市尽量能够跟随到底 不要轻易卖掉 除非是 我们胆子很小 跌破红圈变白圈可以吧 这也没有多少空间 或者你怕得要死 跌破第一根红线总可以了吧 你不用每天特别的害怕 那么 关于第二季度本地的一个股市预测 我也讲过了 就是基本上 指数要涨到 四月中附近 强势上涨到那里 二三线蓝筹股继续补涨 其实今天就挺明显的 今天你看啊 先不说别的 最起码 房地产是又涨了 对吧 你甭管说什么 是 Captial Line的什么消息 带动整个板块 其实我一直在讲二三线的蓝筹 你包括今天的包业控股 也涨了4%到5% 还有很多低位的一些二三线蓝筹股 包括上个礼拜之前的这个杨子江等等吧 很多我们都应该去明白 指数很难下跌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 鲜股一般市场就是这样 它有一个你方唱吧 我登场 叫生蛋静默筹 各个角色都有它应该上场的时间 那么我觉得很有可能在四月的中后段 鲜股会集体爆发 现在还不明显 因为现在基本上蓝筹股还差一些 没有涨起来 一旦蓝筹股都偏高了 你比如说康复的高 berry farm 这些都已经涨起来 你还有多少个能够看得上的蓝筹股 就没多少了 只剩下炒小股了 对吧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先点评一下新加坡的股票 那么过一会呢 我也会重点的点评一下美国的个股 因为我一般大家也知道 我拜一的晚上呢 这个是内补课 咱们也是可以点评一下美股 那么首先呢 新加坡这边的股票呢 重点说一下 像今天我们要点评的 Ninofilm Captual Land 城市发展 Francon 花业控股 UNAM 好量也说 DBS Lioma和iFast 基本上都是比较活跃的 先说一下这个 Ninofilm 打开 可以明确的看到 今天的走势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就是这条下降的趋势线 看到没有 如果是这样画的话 注意啊 画法有好几种 我们把它去掉了 好了 点一下我们这个趋势线的画法 最高价 对了 所以今天盘中呢 我在今天中国的时候也跟你们说了 盘中已经突破了 尾盘又收了一些 但基本上呢 差一点点 我觉得基本上就算是过了 497 498这样 他今天有没有弱势抄底呢 我们看一下 之前有 对吧 所以呢 现在他的情况呢 是快要 确认突破 本来呢 盘中已经突破了 对吧 但是他尾盘又掉了一些 所以这些图 为什么今天我们拿出来讲 我们来看一眼 六彩神龙 神龙的红柱 明显的是高于紫线 对吧 那么上面没有绿柱 红柱的高度是69.9 紫线是64 明显是高的 这是非常不错的 这是Nino Film 那么他呢 我们来看筹码 其实从筹码上来看啊 比较大的来看 他在上方的筹码并不是很大 但如果你短期范围内看的话 最大的阻力是在5块3这里 这是Nino Film 好 我们来看一下 C31 加德之地 加德之地相当于今天没有交易 但是我想说的是 之前我在公开课和会员课 一直提醒各位说呢 这里叫做黑马出事 这边回调 然后这边突破彩虹的黄线 是一个波段买点 当然你如果跟我讲说 李老师 您当时知道今天这个好消息吗 我当然不知道 对不对 我要知道的话 那我就是先知先觉了 对不对 人家也不可能把这个消息公布给我 所以我给大家讲的就是 如果你没有能力 真正的做到很多好消息 能够先知先觉 你最需要做的是 比较务实的 比较踏踏实实的 提高你的 要么是基本面 要么是技术面水平 而做波段技术面的水平 我讲过无数次 最佳的两个思路就是 在彩虹线下面 突破白线 黑马出事 或者是回调之后 突破黄线 是快马加边 看到此买点 如果有片线 不要太纠结 因为一旦成功 就是一个大的波段 有的人老纠结 李老师这怎么长这么慢呢 你看 你讲的什么黑马卧槽 快马加边 说您这快马 是不是喝多了 根本也跑不快啊 它不是快马喝多了 它股项总有一个过程 一个波段买点 没说让你买的是风马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波段 所以你今天知道了这个消息 明天如果涨了 但是没有意义 人家之前按照波段买点 突破黄线买进的 并且在黄线上方 持有的就是成功了 这个是一个重点 对吧 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消息 我们讲到 通过这一次的capital line 你要再明白 这个图表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呢 C09 那么C09这两天 我也是公开课也讲了 就是它呢 下面当时出现了红白圈 还记得吧 然后呢 经过了这几天 诶 诚实发展 有点意思 就是它终于 终于 要黑马出事了 您说 这个算不算 二三线 篮筹 补账呢 应该不能算 二三线了 就是最起码 你说这个 是不是补账的蓝筹股 人家什么DBS啊 什么capital line啊 什么UOL啊 甚至连报业控股 人家都突破白线 黑马出事了 你说这个城市发展 你怎么好意思 在那里 磨迹来磨迹去 就是不账啊 你要做个对比 你看一眼 我们拿最差的比啊 就是已经是很慢的 以前我就经常调不起 报业控股的 太慢了 但是你事实证明啊 人家报业控股 都已经黑马出事了 而城市发展 还没有黑马出事 你说 这个要不要 最近好好看一看呢 对吧 所以我说 你如果说 刘老师DBS 我不想买了 都快三十了 然后新行也太贵了 都快六块了 那你说 报业控股 城市发展 这些低不低 对不对 总得有你能够看得上的吧 对不对 另外市场还有时间嘛 对不对 好 所以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蓝筹股补账的思路 这个确实很少见了 现在 能够有黑马出事的 就是很少 那么 也就是说 城市发展呢 如果明天 超过这个 最上面的白线 将是一个 完美的黑马出事 因为横了 很久很久 这个黑马出事 很难骗我们 基本就是真的 这个黑马出事的价格 是多少钱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价格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价格在这里 打开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 价格是 七块九毛八 七块九毛八 大概是八块 这是城市发展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刚才说的 暴夜控股 暴夜控股 其实是属于 出现了蓝色的弱势抄底 下面的神龙 红柱 看到没有 超过了紫线 上面有红圈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买点挺好的 因为是属于 黑马出事之后 在白线附近震荡 受到支撑 但是呢 很多人觉得很慢 实际上呢 这个股票的下一个阻力位 是在一块五左右 现在是一块三毛七 就是暴夜控股啊 好我们继续看 我们来看一下呢 Francon 一二八 Francon Francon基本上呢 快要创新高了 我个人是觉得他创新高没问题 而且很强势 当然了 每个人买点不一样 我也不强求 最早的话 我第一次给大家讲 是这个超级信号 还有这个位置 包括这个突破 黄线的位置 从目前看呢 现在我们已经再次来到了 前高 正常来说 前高 我们都学过 他应该是阻力 对不对 但是 这个前高呢 这个价位呢 并不是第一次碰到 所以呢 咱们有一句老话叫 有再一再二 没有再三再四 包括我讲 江恩的理论 有些点 第一次没过 二三没过 第四次以后就要注意了 搞不好就要直接强势的突破 所以我觉得 Francon是非常有实力 有可能直接创出这个平台的新高的 这是非常强势的 那红白圈也是不用看的 是没问题的 看一下 就是Francon的一个走势啊 OK 我们来看一下别的 今天的AXD 为什么讲那个U-NUM呢 今天突然间 大量冲高回落 他呢 有一个特点 虽然说今天没过这个重要阻力位 一毛零五分 没过了 因为一毛零五分的话 之前有过很多次 对吧 但是这个U-NUM 今天黑马出事了 既然黑马出事了 咱们就得讲一讲 对吧 然后呢 成交量今天很大 所以他呢 还是老问题 你不能就这么 今天一天 这么大量 今天是六千万的成交量 如果能明天还能保证在一千万以上的量 那也是肯定就挺好的 当然他今天是六千万 价格将近一毛 六千万一成 大概将近六百万 成交金额 那也挺不错了 对吧 这U-NUM 图表上面肯定没有阻力的 关键的问题是 这量 能不能持续 对吧 就是一个点 答案 你说六小时 我不敢追 没关系 不敢追 你可以回调啊 回调到白线 白线的支撑 九一 现在收盘 九四 可以吧 好 好 李老师 是一个我的会员 发给我的 我觉得确实不错 当然你会说李老师 这个股 很慢 量也不是很大 但是我必须得说 第一个呢 它符合 我最近 跟大家讲课 提到的方法 第一个 这里是黑马出事 大家 没有什么 疑意 因为股价从下面 突破白线 然后就展开了一个疯狂的上障 调到蓝线附近 最近呢 一阳穿四线 没问题吧 这根 上个拜五 一阳穿四线 然后呢 我们画条趋势线 其实趋势线也突破了 这就叫做双突破 趋势线突破 彩虹线 黄线突破 下面的神龙 绿柱消失 红柱超过紫线 没有问题 只不过今天略有回调 回调的话 依然保持在 黄线和趋势线之上 那正常啊 对不对 这是 黄良医生 让我们看一下 DBS VUMA和IFAST DBS DBS DBS是三大银行里 唯一的一个 现在还能保持是红圈的 并且是上个拜五出的红圈 可见呢 大盘真的是很难跌下来 而相比之下 我查了一下 它现在价位已经不重要 关键的是时间 我就说了 最起码股权登记日前 很难跌吧 这些人怎么也得熬到股权登记日吧 对不对 然后甚至在熬到最后五月份 派息日 拿了股息再说 所以为什么老说 sell in mail 就是真正的第一个 你得熬到登记日 最后你还要拿股息 股息派给你五月份 拿完之后你再卖 那么这个时候 相比之下 幽闭白圈 但虽然有白圈 大家也不用太害怕 对不对 白圈嘛 我再次给所有的会员说一遍 尤其是新会员 白圈不是说出现就一定跌 好吗 白圈只是把上一轮 这个操作暂时结束 大家有的说 李老师你看有的白圈 就跌得很厉害 对 一轮是一轮 并不是说白圈出现就一定跌 对吧 最起码你自己看 白圈出现就一定大跌吗 就一定代表波段结束吗 波段结束 最起码得跌破绿线和黄线吧 如果您都学了半年红利软件 还一张嘴就说白圈就不好 那你显然是不理解股息 也不理解这个指标 对不对 指标其实没有所谓的好不好 所以遇到有些会员说 李老师红白圈是白圈 虚是王是红 哎呀我到底卖是不卖 对吧 那你反过来说 现在红白圈是白圈 但是没跌破黄线 我卖是不卖 这本身就不是个问题 你非要说这是个问题 不对 李老师是个矛盾吗 你看红白圈是白圈 是卖点但是又没破黄线 当然不是卖点了 因为 黄线是一种拨断式的分析思路 红白圈是短期的一个效果 如果你买的很高 那你应该卖 如果这人就短线 你不在乎 你也应该卖 如果你买的很低 之前买的 想做拨断 那自然不用卖 没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很多人还得问 李老师你看 红白圈是白圈 但是很有可能 我打开趋势王 你看还是红柱 我到底听谁的 这个时候本身不是软件功能的问题 因为很正常的 不同软件功能 对不对 但是呢你会说 他们俩都是很像啊 都是短期的一种指标啊 这时候很简单 您是按哪个指标买的 你就按哪个指标卖 可以了吧 不要非要去对比 否则的话 就像一个人做什么事 非要一会儿问问这个 一会儿问问那个 关键是您自己是怎么想的 对不对 您自己没想法 也没有人能帮你 所以这时候我们讲过 你自己看清楚 你的买入位置 或者你要做什么 最终做决定 没有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 UB现在白圈 我只是觉得 它相比之下 没有DBS这么强 我们来看OCPG 白圈啊 还是那句话啊 白圈 暂时说明 这一轮 看到没有 这一轮 暂时结束 并不代表 人家就 Game Over 但是相比之下 还得说明一件事情 DBS是真强 对不对 不愧为新加坡第一银行股 也对得起 去年16块 17块 18块 新加坡人清朝出动 大量抄底DBS 对吧 这表现也对得起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话题 好 你不要说指标不行 指标 人家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你行 我就行 你不行 我肯定不行 现代又来了 这次行吗 这次我看行 为什么呢 这次其实趋势线 已经有点突破了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新的红绿会员 包括一些 一开始没有买软件的会员 甚至没有学过的会员 它容易出现什么呢 就是黑白思维 要么好 要么不好 要么准 要么不准 我们不能拿一次 去判断一个指标 也不能拿一只股票 去判断一个指标 所以这个位置 如果按照红白圈 没账 能说明红白圈不准吗 不可能 这个位置只能说明 股票根本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神仙也没路 所以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 什么时候能够摆脱 我按照这个指标买 它起了 赚钱了 它就好 我按照这个指标买 它没起 没赚钱 它就不好 你能摆脱这个思维 你就已经提高了很多 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一下香港的市场 那么香港今天呢 依然是比较的弱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 还是在这里 徘徊 但是只要不刻这个景线 这个头肩顶就成立不了 我们还是有希望继续看多 我个人是非常 想要继续看多的 因为我很少愿意看空 因为我知道一旦熊市来了 大多数人很难赚钱 很多人说 要是熊市来 我们反手做空 哪有那么简单 做空那么容易赚钱 那不是每个人都赚钱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是不希望它 转空的 目前还是明确的 震荡 没有走出大的一个问题 这两天比较 心眼球的就是百度 现在是按盘交易 明天正式 百度就挂牌 在香港上市 有传言说 美国的三个电动汽车 未来 小鹏和理想 也要去香港上市 当然了 三家公司都不予评论 这是香港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还得靠美国 美国得真正的摆脱 这个震荡区间 香港和马来西亚 才可能走出更好的效果 马来西亚的话 昨天我已经画过这个图了 今天呢 再次下跌 看一下啊 马来西亚 下跌 有白圈吗 有 所以呢 这个白圈确实不好 因为你看跌破了吗 所以 你应该小心 但是真的就 彻底走坏了吗 我觉得没有 因为这个水平区间 还是没破 这个点大概是 16 15 左右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点 如果没破的话呢 还是有机会 所以你也不能拿 今天说白圈了 哎呦 就彻底完蛋了 当然确实应该小心了 因为毕竟白圈嘛 你也不能不重视 毕竟咱们是红利会员嘛 出现白圈 还是要小心的 但是呢 我又看了一下 今天的KLCI量也不大 说明了 并不是很大的一个 抛售的高潮 没有太多人 就是那么就是 害怕跑路 不是很严重 好 哦 没有吗 忘讲了 有道理 我没有吗 讲一下 Viu Ma给过了 Viu Ma Viu Ma今天盘中呢 我也是给你们提示了 盘中的话 他就说了 他有第一个红圈 加 弱势抄底 彩虹线就不用说了 肯定在黄线之上 所以这个回调 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深的 毕竟调到了 黄线的最下面 有第一个红圈 有弱势抄底 神龙我们来看一下 神龙一定很慢 神龙还没有上紫线 但是呢 信号已经出了 比较激进型的 这个短期是可以做的 当然了 现在的Viu Ma 价格 不能跟以前比了 以前价格对吧 三块多 四块多 现在是五块三 很多人都觉得比较贵了 对 他现在已经不再是 波段买点 波段买点 那就过了 对不对 你在之前 咱们讲的时候 像这儿 快马加鞭 还有这儿 黑马出事 这早就过了 现在已经没有了 对不对 那么他要是往上的话呢 短期 我们来看一下 阻力位有没有 短期阻力位 还真就不是很明显 因为 这个是 五三八 基本都过了 往上的话 这个是五块五 五块五 估计阻力也不是很大 所以说 其实短期来看的话 Viu Ma的阻力 确实不大 好 我们继续说一下 集中波吧 集中波 平时我讲的比较少 今天有一个客户 问我了一下 IRA车 IRA车的图是挺好的 给大家看一下 亚航 咱们新加坡有新航 马来西亚有亚航 不要说马航 说亚航 确实 这个图 还是挺明显的一个 平台突破 回踩 然后黑马出事 底部形态 挺完美的 所以这个亚航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个 不错的 中长期的一个 进场的位置 就是 IRA车 亚洲的我们讲了这些 然后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最近的这个市场 大家比较郁闷 因为确实是看不清 包括我们现在 发现 股民 有的时候都没什么心情 看很多股民说 六老师 这股市太无耻了 要么你就涨 要么就跌 不要天天这样的 天天的好像把我们 逗来逗去的 对不对 您要真的想跌 您就来个痛快的 一下子跌下来 就完了 不要这么来回的 折磨我们 对不对 可是股市就是这样的 要是股市 每天就是 上半年天天涨 下半年天天跌 哇塞 那做股票太爽了 全是微型的 那也有意思 不可能啊 这个世界就没有 那么多痛快的 很多时候 这个世界就是 把你的耐性 全都磨没了 把你的激情 你的这个 所有的激情都磨没了 人家就涨了 对不对 你基本上已经麻痹大意 所以我说 如果说呢 现在大家已经有少量建仓了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呢 一种就是什么呢 你能确定震荡结束 再全力出手 加仓为上策 大家呢 要有点耐心 李老师你说 又没什么可买的 感觉又不安全 怎么办呢 您多听听红利的课程啊 对不对 还有就是 咱们这个 Homely Video 有的课你当时听不了 也可以听录像啊 对不对 你来我们公司来看一看 老师跟老师学习一下 挺好的吗 那么昨天呢 其实我公开课也讲了 关于投资组合的建议 我建议大家呢 第一个 不要像去年一样 或者像之前的几年一样 大量的钱 全部放在大型科技股和成长股 就比如我们说的特斯拉 NIO这种类型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要转换思路 对吧 那么多向小盘股和价值股去转 那很多人说 李老师 你昨天都讲了 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因为这属于分散投资 不要有太多鸡蛋 防止被割韭菜 韭菜炒鸡蛋 第三个是科技股 到底还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转 把大型成长 转向小盘和科技 那么有的人说 小盘股的话不是很理解 我们就讲了这个罗素两千 成分股 价值股的话 大家都知道 对吧 什么金融酒店 航空这些 那么包括未来有可能的 这个基建类型的 对吧 我都讲了 那么我们来讲一讲 两个在红利软件当中 非常实用的 怎么找小盘股的事 来看一下 第一个 可以通过行情浏览 直接对罗素两千的成分股 进行排序 我这里你看 直接显示 这是一千九百八十只 市值真没有太大的 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名才两千个米粒 对不对 我讲的一个最老牙的标准 是五百个米粒 这最大的才两千九百个米粒 好 怎么得到这个图形呢 来演示一下 第一种通过行情浏览 很多人可能还不会 我们来演示一下 打开 点一下 这是第一步 我现在很慢的 我就假设 自己是一个 安哥 手脚比较慢 打注意看 在这里有一个 Sector Brass 我这个节奏 你们可以跟得上吧 你要说跟不上的话 我肯定不信 我已经很慢了 都是慢动作 点完以后 出现这个页面 点什么 点这个 Extract Extract 点这个Extract 会自动 蹦出来 这个 文件的 情况 因为我刚才 点的是 马股 所以这里 显示的是 B&B 不过一般情况下 我们 如果做美股的话 因为你看的是美股 它出现的是 纳斯达克 没关系 我点这个按钮 Up One Level 当然如果你出来是 纳斯达克 就不用换 我这边因为是B&B 我要换一下 我就点 向上一个级别 我就在这里 找到 这个 NASDAQ 也就是如果你 刚才开图的时候 开的不是Ari 你可能开图 开的是一个 苹果 那你本身就在 纳斯达克市场 那你一打开 自然这就是 纳斯达克 就不用什么 Up One Level了 那么自然就在 纳斯达克市场 那我点一下 这里有一个 System Sector 就是系统板块 自带的 里面 你能看到有 最新关注 有这个 什么Member of Dalgers Member of Russell 2000 看到没有 看到了吧 非常容易找 对不对 进来之后 ETF 所有的ETF 能看到 最新关注 最新关注 就是最近你点过的股票 这里面有 道指的成分股 还有SPX 就是标普500的成分股 我们可能 现在想看小盘股 那我们就看这个 Russell 2000 Member of Russell Open 那么他就开始在这里刷 刷出来我们刚才这些股票 那么刚才我讲过 这些股绝对没有特别大盘的 因为刚才我做一个 Market Value 第一名 他的市值 就是股价 乘以流通盘 才29 Million 对不对 有些就小得不得了 我刚才是通过右键 排的这个Market Value 来我做一下 右键 那么由于现在呢 这个日期不对啊 因为他还没有开盘 我们就换成拜五了 好吧 19号 当然了 因为今天 因为咱们这个是亚洲时间了 没办法 咱们就先看这个啊 好 我们就看到这个 刚才这个叫 3月19号 也就是上个拜五了 那很多人说 这个干什么用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这1980只 咱们 设盘股 很多老问我这个标准 其实标准的话 最早的话是 市值超过500个Million 当然你有这个更简单 如果你想保存也可以 不过没必要 因为人家里面都有 所以呢 小盘股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看的 当然如果你对 这个股票发现 它去年账幅很大 被疯狂炒作过 你可以不做 好的 我们来排一下右键 注意用你的鼠标右键 点一下Market Value 看到没有 第一名是TDOC 对吧 GameStop 看到没有 这都是比较靠钱的了 因为 涨得比较高 最近 那么很多人说 李老师 我想排你讲的 那个换手率 右键 点换手率 你看 换手率一点 那么换手率比较高的股票 也自然会出现 这都是可以排的 那么有的人说 李老师 我看你昨天 讲了一个办法 可以直接在选股平台 把不同的市场里的选股 对 这里面 我要说一下 它是三个市场都有 对吧 你看 有的是纳斯达克 有的是纽约 有的是MX 但肯定是纳斯达克比较多 假设现在我呢 想要在纳斯达克市场选股 我们来做 做一个案例 点一下Market And Language 我现在呢 想要去选纳斯达克的股票 我不想就是这样 看这么多 点一下 然后呢 我就点这个Filtre 那我自然进入到这里 纳斯达克 对吧 好 右边有一个 有一个extract 进来之后 我还是来到纳斯达克 我点System Sector 我发现这里还是有Member of Russell 但这时候不一样 如果你点他 因为我们的选股平台 是一个市场一个市场的 不像刚才你在Course 行情浏览里是混在一起的 那么这个时候 他告诉你 其实罗素2000里面的小盘股 属于纳斯达克市场的 只有1220市 现在呢 很多人说 那你能干什么呢 我简单一点 我不要用动任何脑筋 我现在干一件事情 我说这1220只 罗素2000的成分股 是纳斯达克市场 请问这1220只小盘股里 在上个拜五 有出现第一个红圈的股票 怎么做呢 简单 注意看 这里有一个红白圈变红 对吗 我呢 我呢 在这里勾一下 注意 这个时候我去右上角 把这个Fud的勾一下 什么意思呢 我先调出了1220只股票 在这边点了一下这个白圈变红 又去上面点了Fud 注意 一定要先点白圈变红 再点Fud 重备一遍啊 以免你们记错 调出这1220只股票里 先勾红白圈变红 看到没有 别勾错了啊 然后再勾 Fud 最后再来点什么 Fud 对不对 好了 我们来Fud Fud 这一请问 我只在这1220只股票里去Fud Scan which one is Y Sco Tens 对不对 我们来了啊 Fud 那么这里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会出现一些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股票 当然了 这是一个思路 有的时候 李老师这里的股 我都不喜欢 没关系啊 我只是给你演示一下 这个效果 那么大家可以在未来 简单的去操作 因为我看今天在 我讲课之前 有一个会员 还专门问了我一下 李老师 你给我看一下这个 SGC怎么样 当时我就在想 他怎么选的呢 后来我一看呢 这个SGC呢 就是一个小盘股 而且呢 也在我这里面 第一个红圈 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 马上就选了 因为是1200多只嘛 对不对 好 我就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SGC 给大家看一下啊 因为他马上选完了 好 看看 那么这个呢 我看了一下 他呢 确实 首先呢 他的盘面 肯定不是很大了 对不对 你看 才15个Million 价格也不贵 盘子也不大 确实是第一个红圈 当然第一个红圈 不是重点啊 它是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讲的 横摆突破了 大家能看到吗 对不对 准备横摆区间 基本突破这个样子 好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15啊 都会了啊 那么在最近呢 我们说板块方面呢 建议大家往 就是价值低估 经济复苏 基建类的 还有我们说小盘 那么比如这个NEOE 之前咱们讲过 基建方面的 对不对 强者横强 大盘 一直不怎么样 但是人家 一直上 你包括连道指都回调了 他都没回调 你说有多强 对不对 再看啊 这个是大型科技股里 比较强的Facebook Facebook目前是 所有大型科技股里 看上去 特别有特点的 就是他突破了 下降趋势线 那很多人会说 微软也挺强的 看一下 MSFT 但是微软最近呢 是不怎么样了 跌破了黄线 对不对 你看看人家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 Facebook的走势 真的是突破了趋势线 当然了 也许这两天能回调 但是确实 这图要引起 各位的重视 真的是非常漂亮的突破 我个人是特别喜欢 这种图表 因为没办法是 学图表出身的 特别喜欢这种图 出现突破 很完美 再看 这个是Landing Club 一看那名字就知道了 借贷的嘛 但是很多人说 刘老师最近这个 国债收益率上涨 他们是不是受益啊 这天天涨 先不管这个啊 但是我今天讲课之前 也在选股 后来我选啊选啊选 我就选出了几只股票 然后呢 一看 有些还是跟这个贷款相关的 真是不得了 真的是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是我刚才 讲课之前 其实我上个周末 也选到了 代码叫NAVI 它干什么呢 叫 Education的 叫教育贷款 教育贷款和生意的 教学的 比如上学有贷款了 怎么这样 这个我查了一下 它呢 它真的是第一个红圈 而且也确实强势 你看大凡 都挺弱的 对不对 它根本 不要说调到 黄线 连这个绿线都没碰到 人家有第一个红圈 当然很多人说 李老师这个败武账很多呀 你倒不一定非要说最高 你也可以回家买嘛 咱们都学过嘛 大阳线 你要是不想最高 你就调到阳线一半 胆子小 调到这个配盘价 对不对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啊 中国的这个电商 唯品贵 唯品贵 唯品贵这账疯了 基本上就天天账 通过先大后小 确实能够发现强势骨 也能对比发现 纳斯达克指数是稳稳的 现在又跑到黄线之下了 但是呢 唯品贵 唯品贵你们都知道啊 唯品贵你们一直账吗 然后呢 今天我在 呃 讲课之前 挑了一下 突然想起了这个TME 就扔过法律 老师这TME太高了 而且那个ARK 刚刚把它卖掉 这个到 我就不讲这么多了 我呢 还是那句话 我是看图的 呃 从图表上看 这个股是强于大盘的啊 看到没有 就是 纳斯达克 在黄线之下 然后呢 上面的 腾讯音乐 明显是 突破了横板 震荡 创新高 以前咱们讲过 横有多长 数有多高 然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在我的公开课上 其实是 在他没突破的时候 应该是这一天 我就发现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一天 我当时用那个 红白圈 或者是 弱势抄底 我选到了 给大家看一下 TME 当然很多人说 今天晚上他有财报 对了 就这天 我是这天选的 我这天用那个 弱势抄底选到了 他这一天还没有创新高 但是呢 我当时就说了 很有可能要创新高 现在怎么样 创新高 创新高就完了吗 有的股民就说 刘老师这个图啊 我越看呢 越像第五浪 我说为什么呀 一上市 没怎么走 然后一直掉 这个是黑马出世第一浪 黑马卧槽第二浪 快马加鞭第三浪 最近震荡第四浪 再来第五浪 第五浪到底能涨多少 没有人知道 但是呢 确实是走出了 很多人 刘老师 我不敢不想追这股票 没关系 你可以 利用前高的价格 29块 可以吧 用阳线一半 29块5 这可以吧 就是腾讯医院 他自己的图表 也很清楚 大家看一下 橫摆 下面的红柱 在拜五呢 是穿过了直线 之前的这个是 下降趋势线 而我在之前的会员课 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能够 挑到关键位置 第一个会看这种 下降趋势线 第二种会看那种 水平趋势线 这两种位置 都是最佳的 把握到机会的位置 实际上 股市最佳的位置 都是在 震荡突破的位置 超度 对吧 要么是水平的 要么是震荡下行的 被突破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个图是不错的 虽然说很多人也是 看我在那个 Telegram里面发了 也过来问我 对吧 但是我也讲了 那么另外一个电商 那么现在有的人就说 中国的电商搞得很夸张 有谁啊 有 很出名的 阿里巴巴 京东 拼多多 唯品会 这都算了 那拼多多呢 本来他在 那个 董事长 对吧 辞职 调了很多 但拼多多呢 这张图给大家画一下 就是 证明了这个 黄金分割的比例关系 我记得 在上个 星期几啊 上个星期二 是我呢 讲了咱们的新会员的 小组学习 大家都知道呢 咱们新会员呢 在经历过 前三次的一对一之后 第四次 可以参加这个 小组学习 小组学习的话 上个礼拜二 我也提到了 关于这个 黄金分割的思路 你看 这里面 再次 提醒你 拼多多的位置 很关键 有多关键呢 来看一下 第一个 首先 这一轮 大的上涨 和大的回调 回调调到了 五十八千 这一轮 大的上涨 大的回调 调到了 六十一点八 本次 现在正好 验证到了 百分之五十 一半的位置 一百四十块三 拼多多 从 十八块四 涨到四十四 调到 三十一 涨到 九十八 调到 七十二 七十二 涨到两百一 现在跌回 一百四 典型的 底加高 除以二 看到了吗 各位 所以 这个位置 确实挺不错 从 回测 理论考虑 这是一个 激进型的 抄底位置 当然 李老师 我并不想冒险 没关系 如果你本人 不想冒险 请你可以等待什么 最简单的 最保守的 后面 怎么也得趋势线突破吧 怎么也得黄线突破吧 怎么也得红柱穿紫线吗 这不又来了吗 这不是我上个拜议讲的吗 反转突破 确认吗 刚刚周末 我又讲了一遍 对吧 再来一支 中概股 今天我们是 中概股专场 爱奇艺 说到这个爱奇艺 这两天 我还真就上了爱奇艺 上去看了一个电视剧 看了几集 觉得 还挺有意思的 那这个爱奇艺的话呢 周线上 大家看一下 周线 这个爱奇艺就是前两天 很多次没过 有没有可能 这次能过 这是我给你的想法 那么 我是怎么选到爱奇艺的呢 也很简单 给大家看一下 当然了 首先确实是跟看那个电视剧有关系 看了几集 点一下看一看 这是弱势抄底 第一个红圈 弱势抄底加第一个红圈 然后呢 我们也得说 这些股票 要跟大盘比 你要比的话 你觉得他比大盘强还是弱 我们说最近啊 不要说以前 最近 最近大盘是跌破黄线 他呢是明确的在黄线之上 这次不知道能不能给点惊喜 把这个平台打破呢 不见得不可能 万一打破是个大突破呢 股市不就是这样吗 你能摆脱历史性区间吗 什么叫历史性突破 对吧 我们老说什么叫历史性突破 历史性突破跟以前不一样 为什么最近大家老觉得 中国 他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呢 你包括前两天咱们看的新闻 大家都是吃瓜群众 看中美这个 你甭跟怎么讲吧 最起码他现在敢于讲出一些话来 说明什么呢 他是有变化的 到底是不是历史性变化 你得看 对不对 所以历史性的位置变化 大家遇到了 一定要谨慎 不要老 每天只会盯红白圈 只会盯这种短线的买点 人家遇到历史关口 你好好看一看 对不对 这就是爱奇艺的这个点在这 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讲 好 那么这一次呢 其实现在是这样 我们呢是 假设 未来 有这个反转突破 有这么一个行情 有这么一个大概 不说多吧 有这么一个三到六个月 很多人说 你老说有 你这不是白人做梦吗 股市永远是这样的 你得先假设有 然后按照这个去准备 到时候来了 你就能够怎么样 获得收益 你老说 我也看不到 我就不信 我得看到我才信 那你说这股票怎么做 股票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目前在这 对不对 他什么时候突破 那好 长期上升趋势 很多人说要是万一他game over game over 再说game over的事情 先说如果有怎么办 如果有的话 所以我们在上节课 包括这个周末 上个周一 会员课 还有刚刚这个周末 我又给你们复习了一遍 这三部曲怎么确认 对吧 趋势线突破 彩虹黄线突破 神楼 红柱增加 这都不讲了 请问 真的 未来 纳斯达克指数 真的 在最近 能够来一个双突破 既突破黄线 又突破下降趋势线 后面也能涨他的 三个月 六个月的 请问 你怎么办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 行情 你得准备一个 三部曲 这个三部曲呢 我呢 其实是在中国 大概是2007年 第一次学到这个知识 然后呢 中国就熊市了 用不上 后面呢 来到新加坡 09年 遇到了这个 新加坡的一次 终极回调 10年的 5月份的下跌 我记得很清楚 应该是10年的 5月份附近 也是5月份 因为新加坡 5月份一般都跌 5月份跌 跌到6月份 从6月份见底 拉到 10月 中旬和11月 给了一个疯狂的 一个行情 我记得当时 那次我就 彻底的用上了 这个行情 上升三部曲 所以今天呢 我想 跟大家讲的是 第一个 我再次怀疑 咱们的股市 新加坡 由于最近不跌 可能要拖到 4月尾 5月份才跌 而 现在美国 香港 和马来西亚 正在回调 这个回调之后 它走出 上升三部曲 我呢 可以用新加坡 当年的 我的一个经历 大家分享 怎么去配合 当然了 肯定有不一样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没有完全一样的 你只能把上一个经验 用到下一次上面去 但下一次和这一次 又不可能一模一样 这样才能证明 你是真学会了 所以什么是高手 做任何事情就是 有不变的 他能记住 但是遇到变的东西 他也能够去应对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股民 感觉很多年 还是不会 因为无法应对一些变化 那我们来讲一下 行情上升三部曲 指的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 指数 市场 必须经历过一波 至少百分之十以上的 比如说这次 就是 我们有没有呢 看一下 打开 点一下 统计 最高 到最低 政府 百分之十四 跌幅 百分之八 只用了十四个交易日 纳斯达克指数 够了 是生于这两次的 看到没有 这次也差不多 你看 十四个交易日 百分之十四 哇塞 一模一样 哇塞 我这随便画的 你看 一模一样 你记得刚才这个 是不是也是 十四个交易日 百分之十四 百分之八 那么这个呢 这个能少 十四个交易日 百分之十 对啊 那你细想一下 在这个牛市当中 如果只看这段数据 你最佳的出手位置是哪里 不就是这 分别这三次 市场下跌 达到十八仙 你在这里建仓 获得机会吗 你还能去哪里找 对不对 就算是熊市 你也得看 万一后面还能涨很多呢 每一次市场给你 三周以上 跌幅超过十八仙 这就是过年了 机会来了 还等什么 那么但是问题在于 按照正常的思路 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呢 第一个人呢 就是在一开始 也就从三月五号到现在 正常来说 比较好的做法是呢 先去抄底一些 超跌反弹的蓝筹股和指数股 当然了 蓝太极是一个 建议 这轮咱们这边蓝太极才少 当时新加坡的话呢 有很多的蓝太极 就是市场经过大概一两个月的回调 很多的蓝筹股和一些股票 有蓝太极可以抄底 那么而在第二阶段呢 就是我们可能在最近 在这个月尾和月初 下个月初 慢慢就会开始强势上涨 这个时候呢 强势的板块热点会非常的明显 你甭管是基建板块 还是航空板块 还是什么板块 那么他们一般都非常明确 绝对是在彩虹黄线之上 甚至压根这次都没有跌破黄线 所以强势的一个标准 那就是彩虹的黄线 后面的话 可能又过了几个月 那市场越来越高 可能就会出现 我们比较喜欢的群魔乱舞 一些仙股 补障股 所以为什么我在最近 跟大家讲说呢 是这样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讲的一个效果呢 如果是你只做新加坡 那其实非常好 因为直接我讲到新加坡的一个案例 如果你不做新加坡也没关系 因为我这个思路能够 你可以去举一反三 从这个经历回到现在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新加坡海峡指数 我们就来到当年 我们就是想当年了啊 当年我刚刚来到新加坡 当时这个很多人还不太认可 或者是不太相信红绿板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期 那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日期啊 这些图表我都记忆游行 看到这些图表 我就浮现了当年 刚来新加坡的一个日子 我应该是在2009年12月份 开讲的第一节课程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当时这个位置我做了一个预判 我说还得仗 为什么呢 就有个歇形 果然这样 然后后来呢 中美的关系有问题 在这个位置 还记得 中美好像出现什么问题 帮帮帮 砸得很烈 砸下来 砸完之后的话呢 又拉上去 拉到了大概是 10年的4月份 你看是不是 这么多年啊 新加坡一点都没变 还是当年那个少年 一点都没有变 你看 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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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看一下 2010年 4月15日 而且啊 我通过这个 得跟新加坡股民说一下 你先记下这个时间 这是2010年4月15日 我如果啊 把这个图啊 给你画一下 你会很崩溃的 有多崩溃呢 注意看啊 就是 他在前一年 股灾之后 这个点 是 09年的 3月份 左右 是个低点 到4年的 这个4月份 你看 是不是又是大概 就跟现在一样呢 你们仔细想一想 看对不对 你们自己看 这是10年4月份 这是09年3月份 你们去想 我刚才讲了一个时间点 和现在 是不是很像 你看 09年 经历过08年的股灾 只不过08年股灾 是个长股灾 咱们这个 20年的 这个下跌 是个快股灾 但是你看 它是在 3月中旬 见底 到了4年的 4月中旬 见底 咱们呢 是2020年 3月份 见底 现在是 今年3月份 你看 但是啊 人家后面很牛的 人家4月份 调了一个 大的回调之后 又来了一个上升 拉到4年的 11月份 漂亮啊 所以我当时 就在这里做的 当时呢 你看 我讲到这儿 你们已经很有兴趣了吧 看到没有 基本上啊 我们现在跟 当年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 前一年 有个股灾 股灾之后 底 是3月份 现在呢 我们又来到 第二年的 靠近4月份了 所以我为什么 最后这两天 你不用怕 你得拖到 最起码 最起码 4月的 第二周和 第三周 那么这里呢 我当时 记得很清楚 我刚来新加坡 那当时肯定就 对新加坡不熟了 但是我当时的 第一个思路是这样的 4月份 开始掉 4月中吧 邦邦邦邦邦 整个5月份 都是废的 一直跌到 5月27号 这一天 当时大盘 很低了 而且大盘 跌到了这个前低 甚至破了一点点 很多人都觉得完蛋了 太高了吗 这不是熊市了吗 这不大双顶吗 没有 正是在这个位置 我说跌不了 肯定是低了 当时反正 也没什么客户嘛 对不对 随便讲吧 讲错也没关系 对不对 当然确实 这个下跌 就是我讲的 下跌幅度 超过三周 对吧 那么 空间呢 测一下 29个交易日 29个交易日 6周 6到7周 对吧 咱们学的吗 3到4周 6到7周 6到7周 幅度 振幅 14% 哇塞 这个14% 太牛了 今天又一个14% 这简直就跟咱们是一样的 咱们刚才测美股 也是14% 只不过美股这次的14% 是3到4周 它这个是6周 29天吗 29天是6周 5天一周吗 6周 6到7周 见底 当时我当时就说 这是见底了 见底的话 很多人不信呢 然后慢慢启动 然后回调 一直涨 就这一轮 我就见证了 行情上升三部局 先去买蓝筹 银行地产 只跌吗 指数肯定不能跌了吗 后面买云顶 因为云顶当年就是2010年春节开的 云顶我记得很清楚 我刚来嘛 云顶开业了 云顶是10年开业的 开业之后的话 后面很强 大家在后面这一轮开始买云顶 云顶的话 等到当年的9月份10月份 业绩都已经好得不行了 人潮汹涌 冲进去 赌 有办会员的 有国外 中国的 欧美的游客 对吧 赌吗 中间买的是什么 云顶 热点股 强势股 最后买的是小股 就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整个过程的话呢 刚才我也说了 第一个大盘跌得很低的时候 你要买一些蓝筹股 它会止跌 后面的话买一些强势股 比如云顶当时的效果 云顶现在看什么也不行了 云顶不怎么样 李老师最近云顶还可以 对 相对还可以 但今天 墓碑石 加黄太极 很多人 李老师前两天 这杯又黄太极吗 墓碑石 今天墓碑石不好看 墓碑石 墓碑石 黄太极 云顶是真的慢的 云顶早已经 没有了当年的风采 当年云顶那多牛啊 你们看一眼 新大后小 上面 换成新加坡海峡指数 我跟很多人讲过一个问题啊 大家不要每天 大量时间全部用在 看消息各方面的 我就记得今天 光那个 开头来 就这个一个消息 我一个人最起码听 五个人给我讲 WhatsApp上 四五个人给我发 我同事给我讲一遍 一会儿就同事给我讲一遍 我心想 讲了半天 我们之前早就通过 快码加编买了 你现在才给我讲 消息也没用啊 对不对 那么当时的这个彩峡指数 跟云顶什么关系呢 打开 这属于历史数据 咱们都有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 大盘在下跌的过程中 云顶看到没有 慢慢上黄线了 是不是跟刚才的那个叫 爱奇艺有点像 跟腾讯音乐有点像 后面 史数一直上 云顶 这一天公布的业绩 我记得很清楚 业绩有多恐怖 你们还记得吗 一天 能赚 九百万 我没有 讲错啊 一天九百万 量是很大的啊 因为刚开业 它公布出来之后 就股价就涨疯了 基本上那段 天天做云顶 每天都赚钱 不用做别的 就买云顶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一开始 在最低的时候 你不敢 没有把握的时候 你就买一些什么 大股 拖指数 拖个安全 后面大盘上了黄线了 你就赶紧买一些 强势股就完了 对吧 那么强势股的话 我们说了强势热点股票 它就一直在 黄线之上 非常的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来解决 强势股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里写的就是 第二轮 大家要通过 强势上涨 来抓一些热点的强势板块 这就要通过彩虹黄线来操作 好 第三呢 我们通过呢 最后一轮就说了 如果说市场已经到达 四月的后半段 或者是五月份 那么市场比较危险 这个时候呢 是群魔乱舞 大家不要乱买 尽量就是用很少的钱 投机就完了 不要过于的激进了 当然了 有些股可能仗得很疯狂 也就是说你怎么能确定 大盘真的就很危险 很危险呢 基本上就是你发现 指数股已经不涨了 之前的中价的强势股也不涨了 新加坡一块钱吧 那么后面如果是群魔乱舞 如果是小股开始涨的话 你就不要考虑说继续操作了 就比较危险 因为小股的话 是属于非常危险的股票 所以说我们在后面的话 就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说过的 那很多人说 这个方法也可以用来判断 大盘是比较危险的 对不对 那么大盘比较危险的话 你就知道了市场非常的危险 你基本上就可以减仓了 或者你也知道 这是比较危险的一个状态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个图表 这里显示的是 大盘跟DBS的一个对比 这是从去年三月份到现在的 去年三月份到现在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显示的很清楚啊 这里有一个蓝色太极信号 蓝色太极信号的话呢 下面的DBS也有一个太极信号 那么当然这是去年的 大盘大跌的时候 也就是去年的COVID-19的时候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还可以看到 当市场下跌之后 DBS也出现了一些太极的信号 其实这都是可以抄底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显示的是蓝太极 蓝太极 那么蓝太极就是一个抄底的信号 所以呢我们继续讲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明确的发现 蓝太极是一个抄底信号 那么抄底信号的话 如何去操作 我们可以去看到之后的话 去少量的这个建仓 但是呢这种股票一般呢 会比较慢 OK我们继续来讲啊 而相比之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轮的iFAS的一个走势 这是去年的一个案例啊 就是当大盘经历过了抄底之后 经历过了抄底之后 然后这边震荡震荡震荡 去大盘涨的一般 但是这个iFAS的明显是 持续的股价出于黄线和白线之上 就是强势股 所以强势股的话呢 一旦是给出这样的图表 我觉得市场后面就会有一个暴力 那当然不仅仅是iFAS 咱们去年你也看到像医疗股 对不对 除套股都是很明确的 那么我们也应该能够理解 刚才我的思路了 也就是说 基本上大家如果现在布局的股票 我建议大家不要再去考虑抄底了 应该考虑的是 有没有一些明显最近走势 看上去比大盘强 而且大盘真的不会再跌 真的能涨起来 这些股形态又好 可能会给我们一大波的利润 这个就是我说 为什么现在要布局强势股 也就是说 我个人是建议大家重点看的是第二点 也就是说 我们马上要迎来的美国的股票 就应该是第二轮 看谁能够通过 基本面的板块轮动 或者像刚才 我用技术面通过彩虹黄线 来解决这个问题 彩虹黄线 彩虹黄线之上吗 一直没破吗 明显强于大盘 甚至大盘在震荡 它在横摆 大盘刚刚一起 马上创新高 这样的股票 后面可能会长得很疯狂 所以说 强者横强 永远是你交易的重点 而不是投资来做的 所以说 如果你投资 我刚才讲这些 你都不用考虑 对不对 当然咱们几个 咱们很多客户 眉心自问一下 我们真的是投资吗 我们明显就是在交易 如果你在交易的话 抓出强势股 是我们的重点 所以现在回过来看一下 我今天给的一些案例 也许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 关键的问题在这儿 老师跟你分享的 不是说是股票 关键是方法 对吧 我们能不能自己找到一些 比如说 其实刚才就说马股的话 这个5099 为什么我有看好它呢 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走势 现在如果大家说 我们把这些信号都去掉 让它跟马来西亚的大盘去对比 我都说了 我们不再 不要只盯住一个市场 或者一件一个股票 不要纠结这些东西 我们要注意的是 怎么能够把这个知识学会 相比之下 很明显 马来西亚的大盘 的走势 最近没有这个强 而这个的形态也是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去 把一些形态 较好的股票 走势强于大盘的 又具有板块效应的股票 重点去看一看 这也是我最近呢 很多人问我股票 到底能不能操作 我的一个标准 而不是完全看大家的一些消息 老师这个股票 那个是女股神买了 这个股票女股神卖了 我们如果做股票 还是靠这个 您觉得就算我们能赚钱 是不是未来也得输回去 是吧 很多人发现了吧 这次回调 有的股民就跟我讲 就这次回调 一个人就输20万美金 我心想他怎么能输这么多呢 他说哎呀前面一段 也是赚得很过瘾的 但是又输很多 那我在想前面是怎么赚的呢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次回调 应该更加能够看到 我们应该花时间去学习 不要把大量时间 用在消息上面 消息可以看 李老师这股票 有这个什么 女股神买了 有什么概念 这些呢 可以当作你的了解 但不能作为你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吧 对不对 我们唯一决定性因素 应该还是他的两个东西 价值和趋势 那就是基本面和技术面 对不对 那么技术面说白了 你高于彩虹黄线 在大盘下跌的时候 你不跌 最近在酝酿 那你在酝酿什么呢 就在酝酿 当整个大势 给一个相对好的环境 大家就会让它拉起来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大家现在 在根据一些热点板块 和轮动方面 结合彩虹黄线 以及一些走势 来去找到自己 真正心仪的股票 这就是我的想法 当然了很多人如果说 老师你今天讲这个有点抽象 但是呢 感觉又好像挺不错的 因为刚才我讲这一段呢 第一个是既可以讲美国 也可以讲新加坡 新加坡的话 我叫提醒你 如果到四月中 或者是五月份 出现大股不胀 群没乱舞的时候 你基本上就应该清仓了 阶段性清仓 能理解啊 阶段性清仓 而呢反过来说 我刚才讲的那个强势上涨 举了一个2010年云顶的例子 也是跟大家分享 怎么能在美国挑好的股票 所以所谓经历变成阅历 最后你能够用在不同的股市 这个就是学习 所以我也在想 为什么咱们的变盘日历 能够用在这么多市场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 Q&A环节啊 大家可以 发送信息 我来看一下 有人问这个 马股的7202 彩虹黄线突破 看一下 7202 是这个股票吗 我是不是打错了 你确定是7202吗 这不是彩虹黄线突破 这早就突破了 你这个股是强势股啊 但是你这写的对吗 看一下 7207啊 看是不是我看错了 我最近感觉自己啊 那你那是你写错了 我说也是 你写错了 要不然我老怀疑 我老眼昏花 啊 OK 7207 7207 确实突破错 虽然今天下跌 但是你自己也能够看出来吧 你的走势是强于大势的 对吧 区率件突破 嗯 没问题 他太快了 我再看一下啊 不要只发一个股票代码 你发一个股票代码 那是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MCPayment 有一些好消息 上个半五 那MCD上了 红白圈是买点吗 这个 确定是这个吗 五百圈 是这个吗 我确认一下啊 对的 那么这个图呢 现在如果按照我这个图显示 它是个四星股 然后呢 第一个红圈 正常来说的话呢 由于星股时间比较短 不好操作 如果你现在操作 如果你现在操作的话呢 只能很少量操作 因为最好的办法是 你们都听过的 就是四星股干嘛 创新高 它现在往上走 要面临的第一个阻力 就是这个阴线的阻力 大概是五毛 但是最大阻力 就是这 前高嘛 五毛五分前 对吧 所以在五毛和五毛五分前 这两个是短线的位置 但是真正 这股肖 要大的转牛 一定要超过五毛五分前 因为它就会变成什么 突破了嘛 四星股创新高 这个很重要 刚才有人问了 这个7250 是不是符合 7 7250 对 7250 其实是明显的 比较强的股票 它没有什么问题 对吧 非常强势 这明显比大盘强 我们来对比一下 上面换成 是7250 72 大家自己换的时候 要换自己的指数 不要弄错了 你不要拿7250 跟美国的指数比 显然大家发现没有 如果未来KLCI能涨的话 你这个股已经是强于它了 对不对 你的股 你能看出来吧 比它强吧 所以你的股是强势股 非常的不错 这也不错 大家要想要能够获得这个评论 最起码 你要多写几个字 你就写个代码 有人问这个了 Zoomia 你看这种我一般就比较想回 你看他问 不管问的怎么样 他写的字比较多 也问了一些问题 他说Zoomia 本来突破黄线 但是又很快跌下来 你怎么看这个 它其实就是跟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它其实是个片线 就是这个东西没办法 就是我们本想我们学东西 总之说 这边黑马卧槽 黑马加鞭 买了成功了 结果这边又调下来 又穿破黄线 结果这次怎么样 就不来了 这就像什么呢 这就像 你在上学的时候 以为书本上的题 就是那样的 你考试 哇塞 考试题跟书本 完全不一样 你能说书本是垃圾吗 不可能 书本里全是变化 这是书本上教你的 跌破黄线 然后跌到白线 白线是支撑 然后穿过黄线 是黑马卧槽 黑马加鞭 不错 一考试来了 跌破蓝线一上 老师来了 啪跌下来了 现在怎么办呢 就是考验你的时候 要么你止损 等着过两天 再上黄线 你再信他一次 要么反正有前提 我跟他死磕 我就不信你上不去 面对震荡 上帝来了 也没什么好方法 忍呗 别老天天看呗 天天看就烦 一烦 一砍 一砍完就涨了 有多股民说 吕老师 哇塞 这交易所 是不是在我们家 那房子旁边 装了一个 CCTV啊 每次去那个什么 HDB啊 去这个什么 Condor 去你家 这个Building Under CCTV 我看我们每个 股民的家里 都被安上了 CCTV啊 他都不是 盯你干什么的 不是盯你有什么 政治这个倾向 盯你那账户 里有多少钱 盯你什么时候砍 你不砍 他都不涨 你一砍 他就涨 为什么呀 震荡 就是为了把你磨得 一点心气都没有 你一砍 马上就涨 对吧 这位客户问 VUJI下个主力位 下个主力位很难测了 因为这个我手已经创新高了 对吧 你说怎么办 VUJI真是没办法 咱们当时买的人 现在你想说怎么测 这个呢 又得说一句话 这个其实很简单 这种不是创新高了吗 你们还是那句话 新会员 你已经完成了三次一对一 还没参加第四次 小组学习的 就是我和Linda老师 两个人讲的 赶紧去报名参加 很多人老是 没有去参加 其实我在上个礼拜二的 那个小组学习讲过了 这个方法怎么测 很简单 这么测 这是回调高点 这是回调低点 对吧 用黄金分割 一测 从低拉到高 看到没有 然后拉下来 这都是我当时课上 直接讲的方法 那么第一目标位 太粗了 我们换一个比较细的 所以说呀 新会员 赶紧快速地完成 三次一对一 然后参加第四次的 小组学习 小组学习的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彩虹线实战 第二部分就是我讲的 如何买得更低 如何预测 你像这个股 就很清楚了吧 告诉你 如果你不瘫 161.8 34 你要是瘫的话呢 就是239块钱 好 讲完了 继续 这聊天 这个内容还得翻呢 这是个问题 让它大一点吧 不着急 咱没有时间 就有人问了一个 除了用黑 黑马加鞭是什么 也不是快马加鞭吗 除了用快马加鞭 还能用什么话 找程式谷 基本上就是 我的思路一般也蛮简单 就是 换手率啊 对吧 换手率是个比较好的方法 你像我用的CreditBull不就是吗 换手率 还要像我用的新加坡的DelayBull 对吧 也不错 好 这个是LEAF 快马加鞭 是吗 试一下啊 这是啊 而且地图也不错呀 这应该是小小板果吗 这还是CreditBull 不错嘞 绿柱消失 红柱增加 哇 这两天量都蛮大的 这图真不错呀 你选的挺不错的 这是快马加鞭 对吧 而且这里有一个问题 它的横摆区间也突破了 嗯 这图不错 这得记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这公司是干什么的 只有地址 没写是干什么的 这个 这真就挺不错的啊 这图 你看横摆突破嘛 价格也不贵 LEAF 换手率也蛮高 因为它盘子很小 好的 继续啊 看一下 1818 Boost啊 前两天觉得突破 现在怎么样 这个图是挺好的 只不过呀 所以波段买点 它一定会让你纠结 很多股民就是受不了这个 这是黑马出事对不对 这是黑马卧槽对不对 这是快马加鞭对不对 就是为了磨平你的耐心 正常 你就别看就完了 怎么办 你说波段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你要天天看 那还做波段吗 你一个礼拜看一次试试 一切烦恼都没了 很多人说 那些时间干嘛 那些时间你 你不是还有一些短线操作的吗 对不对 这有人问这个 为什么新的IPO股票 掉的低 比IPO当低 AZTech 这第一天这没办法 第一天一般都掉 这个我就不跟你讲 新股一般第一天都掉 因为新股习惯性掉 很少的帐 帐都是一些太出名的了 7241 Long flat Homeless rainbow white line But break out Rice Why you shot 7241 看一下 那就是蜡烛比较小 是吗 还是什么意思 7241 Next green 这个 这种就属于正常回调 还是属于快马加鞭的过程当中 都没什么大问题 还是很强的 8AZ AZTech 新IPO 看来你们都问这个 那就我讲一讲吧 我看也不行了 重磅所规 也必须得讲 8AZ 好 红白圈 肯定现在数据太少 还真就出红圈了 这个的话 还真的可以穿一下 这很正常 但是呢 因为现在数据少 你做的话 都属于非常少量的尝试 量还可以 一块钱的股票 第一个红圈 还真可以试一试 筹码阻力的话 大概是在 这么快就在了 但是这个地方应该不是很大 我觉得应该最起码在这 一块三毛七这 最近这个阻力肯定不大 应该在一块三毛七 今天大家问的比较多 我这根本赶不上你们的数量 估计很多人都不一定能回得上 请问美股 GNUS 是不是黑马 是黑马卧槽吗 主力位在哪里 先把它画上 黑马卧槽 GNUS GNUS 哦是啊 这是黑马卧槽 是黑马卧槽 然后也上了 主力位在这个大阴线的位置 大阴线是两块九 主力位是两块九 现在是黑马卧槽 黑马加鞭 没问题 啊 What is 仙股 哦 仙股 is penny stock 就是价格很低的股票 像一毛啊 几分的就是仙股 比如说像他们最近玩的一个 欧森纳斯就算仙股 THY和Created Bureau of Asia 不是仙股 它属于四仙股 价格还可以 你最起码七毛多 一块多 这都不算了 仙股就是 就是属于一毛以下的 仙股 caple white circle but hominipotition increase 是假的信号吗 你说的是caple copper 对吗 他不搞是有点麻烦呢 因为他现在还是没上白线 来回的横摆震荡 信号都不能信 所以我觉得很难 现在说他已经走好很难 只能说再等一等 isdn 混在一起了 买和卖的信号 可以hold住 这个我像今天有人问过 这支股票的 i07 还能再hold 因为他虽然是 这两天不怎么样 也是破了黄线 但是红圈还没有跌破 还有几乎 我觉得可以守住 因为今天白天有人问我了 aem还没有超过白线之上 但是呢 显示出了红圈很多天了 已经 建议买吗 苹果也不账了 关键是 正常的话买一点是没问题的 因为第一个他蓝线支撑和前面的平台支撑 对吧 因为我们讲过三部建仓就是最近就可以建了 但是要很少的建 后面穿过黄线再加 如果你说我就是保守型的 那我就等黄线了 而且你这个股票吧 你现在离黄线也没多远 我觉得是可以等 不像UMS UMS人家不一样 UMS人家离黄线很远 说等到上黄线再建受不了都已经 比如你这里一点都不建 一直等到这里就有点受不了 但你这个aem呢 它离黄线没多远 我觉得你是可以忍一忍一忍 对吧 这不一样 01250突破确认了吗 sndl high volume 但是呢 价格还是很低 怎么办 什么0 01250 哇这漂亮啊 这个图多好啊 这个图就是我最喜欢的股票的样子 这简直不能再美了 教科书式的走法 完美的什么 黑马出世吧 完美的调到蓝线 然后黄线突破 然后完美的趋势线突破 还有比这个更美的了吗 下面的绿柱消失 红柱超过50 虽然你会说李老师都连账了这么多天 搞不好要回调了 但是那图走的是真好看的 不得不欣赏一下 这图走的真好看 而且呢 最近这个阻力呢 确实到了 我估计短期可能会回调 但是 可能要先往上走的话 一毛七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位 这图挺好的啊 你看还是Be Clean Energy 还是清洁能源的 这个谷的图形是真的好看 你们自己也能看出来好看 对不对 是肯定突破了吗 你要用趋势线 你会感觉还不太看 但是彩虹黄线肯定是过了 没什么问题 看一下SNDL SNDL 大麻的啊 哎呦 真的是不动啊 现在也没办法 不是就他不动 是所有的都不动 一动不动 都不动 没办法 只能等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好像有很多招数和方法 但是你要不要忘了 你的技术 你的方法 只是分析的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 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 就是觉得自己学了很多东西 可以在股市里 可以为所欲为吗 不可能 还是股销想干嘛干嘛 你永远出这点 是他想干嘛就干嘛 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 没办法 只能等 我也没办法 C107 有没有可能破23块6 问的够直接的 虽然也问的很直接 但是你也知道这种 回答的话 现在的情况是 还在震荡 23块7就是前高呗 对不对 那么他现在 我觉得突破是早晚的事情 为什么 他应该走出一个 越来越窄的这么一个走势 把你们看出来 他最近走得越来越窄 我觉得应该是突破 问题不大的 所以我这边觉得是没问题的 而且大潭得涨到 4月份的 时间还够啊 对不对 U96 SumbleCover Industry 有黑洞 怎么看 这个图应该 我觉得是一个 暂时性的支撑 因为本身 黄线也是支撑的 他已经突破趋势线了 所以我觉得 我依然看好他 只不过是暂时性的走路而已 红白圈是不太好的 这个我前两天看过了 VCEL 出第三天 红色超买 是否应该卖 VCEL 这太牛了 这个 超买筹码已经是 确实已经好几天了 一天两天三天 现在没法卖啊 刚创新高 没法卖 还得等 你可以用刚才我那个办法测 也可以等筹码什么 红变黄 测一下吧 如果按照这个来测的话 69块钱 比较贪的想法 不贪的话 63块3 现在多少钱 59块4 刚才给你算过了啊 CATLAN的一个目标位 这个我暂时我也没什么兴趣啊 因为它最起码先要涨到那个 4块多 那个价位啊 ASX 是一个买点吗 00175 是不是遇到了蓝色浪的一个支撑 这可以看一下 0175 对 它现在是蓝色彩虹线的支撑 而且呢 它有处太极 看到了吗 太极的底部已经震住了 没有问题了 底部已经立住了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赶紧 突破这个防线 所以00175极力的这个蓝太极 已经有了啊 现在这个偏抄底的位置 蓝太极 AESE 是突破平衡趋势线 加MCD 红柱穿紫线 对了吗 3块6毛6是买点吗 我们来看一下啊 AESE 嗯 这图很美 第一个确实 水平趋势线突破 3块6毛6买点 3块6毛6的买点是怎么算的呢 啊 你应该是用 出盘3块7 3块6毛6 也是可以 筹码没问题 成交量呢 成交量没问题 是不是活跃股呢 换手率很高 万赛 这应该是credit board里面的股票 上方的阻力 阻力的话 其实盘中在4块钱有一点 而往上看的话 毫无阻力 所以这些股的强度是比较强的 UMS546 UMS不是56 还是两个股 UMS546 在 黄线 红色筹码 超买 怎么这个成交量很低 对 UMS呢 确实转线超买了 因为它红色 对吧 然后量的话 这两天应该比较低 其实 我也是跟你们讲过 因为有的人已经卖了嘛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没事 因为它突破黄线了嘛 叫黑马卧槽快马加鞭 所以其实从中长线考虑 当然这里可能还可以买 当然有的人说力量是这么高 我可不买 没办法 这就是一个波段买点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超买就都没问题嘛 短线超买了 很正常 是这样的 什么叫做趋势的死在震荡上 做震荡的死在趋势上 你为什么要卖 因为你觉得已经很高了 为什么你觉得高呢 因为是红色超买了 如果这个股 没走出 未来什么也不是 就是个烂股 就是震荡的话 那你这红变黄 或者红了你就卖 没问题 但是一旦它这个大牛股 后面 天天涨 哇塞 天天涨 天天涨的话 怎么办呢 那不就是做震荡的 死在趋势上 你就一共没赚多少钱 后面涨很多很多 你也不敢买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什么叫做趋势的 死在震荡上呢 就是 你一看 这不是已经超过黄线了吗 这边应该是波段买点 一买 结果它是个烂股 就这么点能量 突然就跌下来 这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很多人 到现在不理解 我为什么讲叫做趋势的死在震荡上 做震荡的死在什么趋势上 原因很简单 如果你在一个弱势里 你就习惯性的 做短线跑 没问题 但万一 现在变成强势 这股票有机会 你就要摆脱死路 所以说 大家不要被这个 短期的东西说绑住 当然了 如果你本人 想得清楚 想得明白 我就是这轮 我买这股票 就没想过 我就是做短线的 我就是这里抄个底 做短线的 这种就没问题 你后面涨几倍 我都没事 我找别的 我就是短线 这种就挺好 你别说 我这边买完 我赚了之后 我一卖了 后面过了两个月 哇塞 痛哭流泪 这就没意思了 如果你要是做 趋势的 你买进了 万一它掉了 你也别郁闷 你再忍着 对不对 你才可能 未来有大机会 刚才有人问了 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刚才那个标准 要不要结合 之前教过的 每日成交金额 不少于 一千万美元 要结合 但是我讲的 没有第二句 第二句 这不是我的标准 Kevin 900 10233 你说的是对的 因为 我们前面这个 只是选 它是一个 罗素两千的成分股 但是 不代表它活跃 那么成交金额 超过一千万 是指它活跃 所以这个要 配合在一起 但是我没有讲过 每日成交量 能理解吧 我只讲过 每日成交金额 所以第二个句话 是不对的 这句话 我从来没有讲过 我说的是 新加坡 每天 成交额 所以 成交量 不重要 因为 股票和股票 不一样 对不对 那苹果的话 成交量 一天能到一百万 对不对 或者说 很贵的股票 亚马逊 它一天能到一百万 对不对 不一定的 也就是说 关键是前数 所以说 这个第二句 我标的点根本就没有 这是就是可能 由于我们 平时 因为容易混 所以第二句 千万注意 没有这句话 从来没讲过成交量 就是成交额 成交额够就可以了 是前数 跟量 没有关系 再说一遍 咱们不要 因为确实 经常会有人这样误解 所以 重复一遍 每股 每天成交金额 超过一千万美元 新加坡 超过一百万 新币 跟量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 开问这个问题 问得很好 因为 很多人都有这个误解 正好我 曾经能够 再次澄清一下 因为每次都要澄清 因为很多人总是 怎么讲 你讲了很多次 他还是会寄到成交量那里去 OK我们来看一下 没办法 因为我们是习惯性了 容易这样 好 今天也差不多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然后呢 记住啊 下个拜一的晚上 是金卡专享课 然后是 是这个 王尚荣老师讲 我差点说成开门老师讲 是王尚荣老师讲 他不要错过 下个拜一 然后呢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好吧 我们下次的课程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